慧本故事中的動物 可不可以用閩南語表達解釋 會比國語更生動嗎 加上肢體帶動 慧本好像更有趣了 牛啊 牛啊 牛的台語跟著我一起說 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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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吃什麼 你聽我用台語跟我說話嗎 不行 給我 吃價錢 不然你要聽我 聽我嗎 你聽我的名字嗎 你剛才吃什麼 吐司 吐司 吐司台語要怎麼說 你也不知道 吐司台語要怎麼說你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 你家裡會跟爸爸媽媽說台語嗎 媽媽 阿嬤會誰跟你說台語 誰 姊姊 姊姊 爺爺 爺爺 阿公會跟你說台語 四四角角的是誰 胖 吐司 米包 你吃肉嗎 吃肉嗎 這個我還不會講 這個你還不會講 轉為商禮幼兒園就快要放暑假了 結業前學校安排本土語言課程 不過不是死板板的 只是文字和老師講解 而是透過聽故事和青年圖手作的活動 教小朋友聽懂也會講米南語 台語要怎麼說 冰淇淋 冰淇淋 冰淇淋嘛 冰淇淋嘛 它是直翻的 以前我們有沒有冰淇淋 沒有 沒有 我們直翻過來的冰淇淋 冰淇淋 冰淇淋 可以脫保護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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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護喔 失敗 主要是我們政府一直在提供本土語言 所以說我們邀請專家來做一個 跟陳鋒有互動 讓他們做一個本土語言的學習 因為今天也有做手作勞作 跟繪本故事的學習 讓這些孩子在活潑生動的過程裡面 能夠投入這個學習的情境 大多的孩子對米南語還不是很熟悉 難以講出一口流利的米南語 豐富的語言是珍貴的文化資源 創造機會讓孩子更加認識語言文化 傳承保存從小開始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